大家好,我是Sherry,女世界的President 欢迎来到Sherry的100个Coffee Chat频道 很高兴能把女世界这么多年来采访过的 各行各业的优秀女性的故事讲给你听 今天我给大家讲述加拿大华裔里成就最高的芭蕾舞蹈家吴振宏的故事 吴振宏的家世那真的是东西方都响当当的芭蕾世家 我来一一给你数一下 他的父亲吴朱杰成是60年代红遍中国半边天的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 母亲吴令仪同样也是芭蕾舞者 姑姑吴素尼吴素琴则创立了新加坡的芭蕾舞团 是新加坡的芭蕾拓荒者 他的叔叔吴朱杉是美国华盛顿芭蕾舞团助团的编舞家 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 你一定会想血液里都流淌着芭蕾的基因 理所当然必须从小开始培养 而且起点那么高 有现在的成就那是必须的呀 然而呢 他的故事并不是这样理所当然的 吴振宏八岁之前 在中国的时候并没有接触到芭蕾舞 甚至来到加拿大后 父亲也没有第一时间让他学习 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一定要说到一段新移民的心酸历史 吴振宏出生在北京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舞蹈学校都是国营的 一般招孩子都会是九岁开始学习 八岁那年 他随父母移民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 所以在那之前他没有接触过芭蕾 然而在那个年代 出来扎到的日子肯定是最难的 即便当时他的父母在中国 已经是祥遇一方的舞蹈家 但是到了新的国度 也只能赞助在亲戚家的地下室里 每日为了生计而奔波 刚稳定下来后 他的父亲就开了芭蕾舞蹈学校 吴振宏呢 在课外时间也没有地儿可去 所以呢 就只能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泡在舞蹈教室里 但是那个时候呢 他就是自己跟着恋 父母亲却没有对他进行刻意的栽培 也从来不单独纠正他的动作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呢 这就是一个两代人之间的那种纠结的故事 吴振宏自己跟着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真的就开始心存抱怨 总是在想 为什么我和别的小朋友一样的努力 可是爸爸就是不看我一眼 也不给自己纠正动作 当然他也理解 他父亲必须先照顾那些付钱的孩子 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很委屈啊 因为他是真的喜欢舞蹈的呀 可是站在父亲的角度 却是另外一番的景象 他的父亲说 自己作为芭蕾艺术家 投入了一生的热情 然后吃尽了苦头 然后就觉得这条路太辛苦了 原本就希望女儿有别的兴趣可以发展 不需要走这条路 另外他也觉得在课堂上 尤其不能偏爱自己的子女 所以父亲的心理就是那么复杂和纠结着 说这也是为什么在课堂上 他将心血都放到其他孩子的身上 也刻意不去注意吴振宏 其实开挂的人生都要自己争取的 对舞蹈的挚爱 让吴振宏在11岁那年 向父亲袒露心声 这时的父亲也接纳了女儿的想法 重新审视女儿的天赋 当他正视这一切以后 才开始给了女儿专属的培养 这时的吴振宏的芭蕾之路 才算上走上正规 有努力和天分加持的吴振宏是幸运的 他初出茅庐就在国际芭蕾大赛中获奖 19岁那年进入到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剧团 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演员 在那里他如鱼得水迅速发展 两年后于1990年升为第二读舞演员 1992年成为第一读舞演员 并在1994年成为了首席舞者 然而呢 在这个行业最不缺的就是勤奋和野心了 而当周围的以白人为主的群体 看到了一个亚裔女孩 攀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峰 对他投来的是更加苛刻的评价和判断 面对外界的压力 吴振宏甚至一度患上了厌食症 尽管如此呢 他骨子里就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孩 他对于女世界采访的记者说 为了不让某些人指手画脚 我能做的也必须做到的 就是无可争议 无可挑剔的好 别人训练一倍 我就要是他们的三倍 五倍 二十倍 让他们提到我的名字时 就是意味着没有备选方案 只能是我 多么霸气的回答 当你优秀到别人不可忽视的时候 你就是这个领域的王 他的成就都有哪些呢 吴振宏在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的舞台上活跃了21年 这期间他扮演了诸如罗密欧与朱丽叶 天鹅湖 睡美人 奥涅经理的主角 以及吉尔赛 蝴蝶夫人等经典芭蕾舞剧的角色 也在团里由当代编舞家编排的经典剧目里 独挑大梁 他的出现让众人知道 亚裔也能登上艺术殿堂的最高舞台 也可以做得同样的好 所以吴振宏的努力 让世界看到了他 吴振宏也是2022年女世界Grand Impact Awards 最高成就奖的获得者 女世界公众号在去年的10月 也对他做了专访 台上璀璨台下一精彩 加拿大华裔芭蕾舞蹈家 吴振宏的浪漫人生故事 大家有兴趣 可以关注女世界的公众号 找到文章 然后你可以详细的阅读 好了 关于加拿大华裔里成就最高的芭蕾舞蹈家 吴振宏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女世界YouTube频道 我会在这里每周给大家讲一个海外华裔女性的故事 也欢迎大家下载SheApp 寻找万千和你同频的优秀女性 约Coffee Chat 一起好好聊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